由于Windows 11.24H2 bug太多 有不少朋友还停留在Windows 11.23H2 不过即使不升级到Windows 11.24H2 也可以使用部分新功能 比如鼠标右键菜单 当前的Windows 11.23H2版本中 在任意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这里的剪切、复制等选项只有图标 而在Windows 11.24H2版本中 鼠标右键菜单是这样的 再比如系统信息 Windows 11.23H2版本界面是这样的 而在最新的Windows 11中 系统信息界面是这样的 顶部可以看到电脑配置的基本信息 接下来就为大家演示这是如何做到的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边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窗口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块开关 点击上面检查更新按钮 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经过漫长的等待 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里就直接掠过了 现在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 更新包会比较大 如果不清理 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就会被占用十多GB的空间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选择继续 稍加等待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 下载Windows 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oto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 将激活工具解压缩 先来看一下 没激活之前的系统信息界面 现在激活新界面 打开激活工具所在目录 复制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现在已经成功激活 重新启动计算机 现在再看一下新版的系统信息界面 电脑的基本配置 可以在最上方一目了然 再来激活另外一个新功能 先新建任意一个格式的文件 在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快捷方式 只有图标 没有任何文字提示 打开激活工具所在目录 复制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现在已经成功激活 重新启动计算机 在任意文件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和Windows 1124H2一样 有了文字提示 最后大家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